親愛經過你,多謝你 神,我們做一次 來到你的同在當中的時候 神,我們願意將我們 一切的重賺、一切的敬拜 去全心的見比你 因為唯獨你是配得我們去敬拜 因為我們的生命、氣息、全流 都是神你所創造 人就算窮一生的時間 我們都沒有辦法了解 宇宙的真體、萬物的真體 甚至生命的真體 因為神你的偉大 是讓我們能夠在我們在世的人生當中 去不斷學習、去不斷摸索 在這個摸索的過程當中 你讓我們去選擇 希望我們能夠選擇一個優美的性格 選擇一個慈利的形象 神,我多謝你 因為我們認識了你之後 我們能夠在人生的路途裡面 我們選擇一條靜路 我們能夠選擇神你帶領的這條靜路 神,我們不僅得著神你的任備 讓我們能夠享受生命的色彩 生命的知識、生命的智慧 神,就讓今天同樣 你的同坐在我們當中 去將生命裡面的傲比 智慧和知識去教導我們 讓你居上不居下 作首不作美 讓我們人生裡面 我們都能夠存著這份敬慰你的心 一生去侍奉你 一生奔跑去享受 神你所創造生命裡面 各樣應有的美好 聖靈,我們邀請你 在今天同樣自有各人 在整個聚會當中 去將神的美善、將神的偉大 在今天揭示在我們的眼前 讓你存著一個敬慰的心 去享受神所賜給我們的生命 裡面這些的健康 為奉主耶穌都命 去奉上一切的任勢力 一切的疾病、一切的肛硬 一切的不信、一切的惡心 我釋放著當單單神你的使者 四為安逸 去保護整個會長的秩序 讓一切的榮耀中間 都歸於我們所侍奉所敬愛的天父 神,我們多謝你 我們恭敬將以下時間 每一分、每一秒 都交在你手裡給你帶領 我們這樣的禱告 同心合意 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字結構 Amen 好,我們鼓掌多謝神 今天我們繼續講 我們關於健康的這套訊息 似乎越講越長 一開始預備的六篇 有機會現在搞到十二篇出來 但我也盡量詳細去講 盡量詳盡去講 今個禮拜我們可以講長一點 下個禮拜也是收盾 所以會短一點 所以我們要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這個禮拜 就是這個禮拜 哪一個有喝 整個禮拜裏面 都有喝兩至三公升水 她的手 搖一下她的手 OK 好 那也有八成 那就 適合你們 照講足 其實如果一個健身的人 其實他是喝四至六公升水 所以其實不是這樣 而事實上有一件事 值得帶出來 不過讓我先說 我們事先的台詞 事實上每一次都有些新人回來 所以變成 因為每一次我講健康 通常都有很多新人回來 所以變成 有點交代我的身份 首先我是這間教會的牧師 這間教會建立了二十四年 我就是這間教會的二十四年的牧師 而我未出去做過事 我一回來香港便是做牧師 所以讀書之後便直接變成牧師 我們看看圖A 這個就是我的 我除了是這間教會的牧師之外 我也是一個自然療法的康見醫師 這個就是我的執照 我們看看圖B 我這個執照是加拿大康見醫生審核委員會頒發的 是一個加拿大半官方去管理加拿大這些執業 自然療法醫師的一個組織 我的執照便由你頒發 再說一次我這個執照不是一個學位 你需要有一些學位 你才可以考這個執照 才能取得到這個執照 我們回到現在接觸的訊息 我們連續講了好幾篇訊息 最重要的重點 我們講出關於中醫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血氣 今天講了血氣 因為我們已經講了一些前言 連續幾個禮拜 所以這次我們會講更深入一些 關於中醫血氣的講解 以及它裡面有一些實際的例證 是怎樣去分辨的 讓我們能夠知道 因為最主要你一定要理解了就是 關於血氣和酸鹼度 很多這些重要的理解 我們才能夠脫離中醫的限制 讓我們真的有健康 在我們所講的 現在你就明白了 我們講了兩至三公升的水 其實如果你沒有這個習慣 基本上你就沒有 就算我們上個禮拜講七色水 你都用不了 所以我們一直講下去的時候 很多我們講的內容都是 牽涉到你用水 因為你不用水之後 跟著我講的所有的按摩 推拿或者雜鈴那些 針灸、捱 這些全部你都不可以用 因為你用的時候 只會更加越用越傷 對身體 因為你沒有足夠的水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 幫助人身體的機 無論是電手板的機 或者電腳的機 他們都說你在用之前要喝一杯水 用之後也要喝一杯水 所以根本是所有最基本 在我研究這麼多年 照顧這間教會 都已經接了這麼多年 我發現其實很多的病 是他們同一種樣 有不同的分辨 一些是有效 一些是沒有效 是根本跟他們喝水習慣有關的 而事實上 我剛才提醒 其實一個健身的人 是喝4至6公升的 普通人正常 應該是喝2至3公升的 這個數量 就算一個人的神衰竭 心衰竭 包括糖尿病 如果是輕微的話 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現在說的2至3公升 你記住 是在說叫你們做 不是叫做 可能還是手泡的 兩至3公升 把他們去反轉 是吧 你不要回到兒子 2至3公升 奶就喝吧 不是我願意 我是叫你們去做 同樣也不是叫你們 叫醫院釣鹽水的人做 因為有些已經是重病 因為重病當中 有三種重病 都是不可以喝太多的水 是需要醫生指示才行 他們輕微的情況是OK的 釣鹽水的人 可能是嚴重糖尿病 嚴重心衰竭 或者嚴重腎衰竭 他們也不可以隨便喝水 他們需要那些釣鹽水 所以我現在所說的 要求你們去做 是你們健健康康的 所以告訴你們 所以輕微的糖尿病 輕微的腎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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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會有問題 如果2至3公升水 是去到4至6公升 即是你不健身的話 就很令人害怕 你不喝 例如我健身那天 我是喝超過4公升水 其實我喝差不多是5至6公升水 健身過一天 所以變成2至3公升水 是很基礎 是你能夠維持身體酸鹼度 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其實它是血氣的其中一部分 因為中醫所說的 血氣裡面 其中一樣氣是來自水的 而如果你看回我們 上星期的筆記 也有提到你們 一開始 如果你初兩三個星期 還沒用食物的話 其實你兩三個星期 喝了2至3公升水 可以儘量加上 一個成年人 正常應該吃的食物 換句話說 食物就是營養 譬如多種維他命 多種礦物質 和魚油 所謂魚油 就是Omega 3 這三樣東西 都是你要維持去吃的 它能夠調節你身體的酸鹼度 和讓你每一個月都能夠充滿所有這些 好的儲藏庫裡面的營養 當然如果你本身吃的食物 你可以照顧一向的量 但如果你一向沒有吃的食物 如果你喝這個水的量度 你照常吃正常的食物 你就會發覺開始 會有很多的變化 身體裡面 而另一件事 就是記住 如果你的身體極之酸 極之酸 極之酸 即是說 你一向很少喝水的話 因為你可能習慣了 喝了水你就會肥 早期是會有這種現象 是會有水腫的現象 越酸的話 你維持水腫的現象 是越長 不是因為你的腎嚴重衰竭 是因為你身體酸得太嚴重 身體見你有足夠的水 它仍然在內臟排出很多酸性 但是排出這些酸性 為了綜合酸性 它仍然保持部分的水 否則又是酸鹼度 可能因為排出來的時候 太嚴重酸性 它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度的變化 記得嗎 如果有一度的變化 人就死了 所以它仍然保持某一個程度的水腫 直至它覺得它能夠控制酸性 它才完全放棄水 那時候你就會發覺 你就會 守住了 水腫的人 在上個星期我們說到關於 中醫裡面其中一個很重要 要理解的一個題目 關於血氣裡面 除了酸鹼度之外 我們要理解生物波頻 現在說生物波頻 生物波頻 生物波頻是一個非常之現時 最可以說是在自然療法裡面 無論是療法 根本就是完全建基於生物波頻 很多的範疇都全部是關於生物波頻 但只不過自然療法自己也不知道 很多時候 原因就是它們本身是來自中國 關於我們對五藏六虎的顏色的認識 上個星期我們講到關於七色的水 當水照著不同顏色的時候 它所產生的那種對身體能夠補氣補血的現象 其實我們已經盡量 好像他們有些人在找幾元一個 不同顏色的玻璃瓶 我不知道 連攪拌等 好像大約10元一個 我就不知道它們會弄得如何 所以大家留意 是shk.org 裏面的報告 如果能夠盡快提供給你們 就會在那裡提供 是玻璃瓶 找到這些 盡量找一堆玻璃瓶 讓你們可以做得到這些 值得一提 我再說一次 如果你用這些瓶的時候 清潔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如果你用玻璃瓶 不是玻璃瓶 是玻璃瓶金屬蓋 金屬蓋 金屬蓋和玻璃瓶做的摩擦力 會容易使得瓶口整天都很骯髒 有空就要擦乾淨 因為可能過幾天 你會發現好像積了一些圓 它是深色了 所以那些要處理 要保持清潔 否則是得不償失 在說了七色水之後 有極之多的人去問 極之多的問題 所以 在這裡給你們一些資料 知道 譬如有人問到 如果沒有太陽 幾天都下雨 好像今天這樣 沒有太陽 那是否用LED燈都可以 那是可以的 不過其實絕對沒有太陽那麼好 太陽絕對好過一百倍 但只不過好過任何其他的射燈 因為LED燈被證實了 是人體最吸收最接近光的波長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很多LED燈 是用那些類似寶石 寶石 給它電去震出來的光 所以有六寶石 不同的寶石 它製造出來的 製造出來的震頻 是最像太陽那種光頻 但是 差很多 所以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LED燈都真的可以 用白色LED燈照著 你的不同顏色的瓶 它一樣可以吸收到 不同顏色的光波 但是始終也是太陽最好的 但是 如果你比如這些瓶 你曬了之後 照了之後 其實是可以儲藏一兩天的 它也是會走的 但是 它走得不是很多 因為你想想 如果你的 蘋果 我們知道了 紅色的蘋果會補什麼 對 是補心的 是嗎 它來到的時候 可能已經不在加州的陽光底下曬了 已經在紙盒裡 運到來 為什麼對你有效呢 是因為它裡面會儲藏了 它的生物波頻 所以 基本上這些水 如果用瓶去裝 曬了之後 可以有兩三天去擺 都可以 可以儲起它 而 如果你的家裡是太陽偏西 那怎麼辦 其實沒有所謂的 偏東偏西都沒有所謂的 其實總之是太陽的白光照著它 那就已經可以 比LED燈或者光管更加好的 而事實上 有一件值得提到的就是 有人問到 如果我們曬的瓶和倒出街喝的瓶 不同的瓶 可能是五加卵 或者是一加卵 但問題是倒出街的瓶 可能是一公升而已 如果銅色倒出來 可以嗎 都可以 都可以 即是你倒出來之後 帶出街喝 總之是銅色的瓶就可以了 記住 如果你倒進一些透明 或者白色的杯裡 不要超過十分鐘 如果超過十分鐘 它已經吸收了第二個波頻 即是按著水的記憶 有人問用蒸餾水去做這些七色的水 可以嗎 可以 用蒸餾水是可以的 而記住 如果是蒸餾水 你一定要 一定要以現時 香港的水務局 那種負責任的程度 是人都應該要裝濾水器的 明白嗎 因為是你負責 因為它已經不負責 很明顯 因為它用那種手段 和很多的方式去過濾 其實導致水是有毒的 不花時間說 但是總之 你是要用濾水器的 用了濾水器之後 如果濾水器炸的話 其實是要煲過的 水要煲過的 才會很好飲用 讓大家知道 有人問 如果現在吃中藥 如果喝這些水 會不會有影響呢 是會有影響的 所以它可以幫助中醫 亦可以做錯了一些事情 譬如如果乾火上升 你還要喝綠色水的話 那你繼續等著乾火上升 明白嗎 你要按著它的雙刻 才可以的 你看圖一 你看圖一 所以譬如你乾 譬如你乾是乾火上升的話 那你射乾火的話 當然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你拍打乾驚的時候 去射乾火 大力的拍打乾驚就會射到它 其實 但是 無論是信和益都會 但是 你也可以喝白色的水 因為這個金黑木 白色的水 是會射乾火的 即當肺強的時候 它會導致乾的乾火 會用得七七八八的 另外值得提到 就是上個星期 有人提到我 就是關於拍打膽經 那裡 要給大家理解一個更好的做法 因為那個 如果以我上個星期 提到的是有一點錯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拍打經絡的時候 是有幾項要留意的 第一項 就是當你拍打經絡 順著經絡的時候是補 逆著經絡的時候是射 但是都要勢力順著經絡打 才是補的 OK 所以我將上個星期 例如拍打膽經 拍法提到你們 就是記住 你把手這樣拿著 這樣拍打 由上面一直拍 分四次拍下去 但是記住 如果老人家的話 可以現在一律都用這個方法 就是全部都是由上拍下 就不用亂了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勢力 由上拍下是補的 OK 但是我們上次 叫你拍打膽經 是要怎樣 是大力的 大力的 由上拍下是射的 OK 而並且你拍的面積 如果範圍很小 就像針刺下去的話 那個是補的 如果拍範圍大 用整個拳頭這樣打下去 是射的 OK 所以變成你勢力 老人家可以勢力地 開始去做這個拍打膽經 在勢力的 由上至下 那就不會混亂了 如果你想 翌日慢慢去 使得你 這膽汁能夠釋放出來 那你就可以大力打 那你就會是 又是寶魏射到同一個方向 只不過 反正你開頭是勢力的 老人家 但後來你可以慢慢大力 習慣了大力 所以你會看到 就算是七色水 如果我們理解了這個範疇 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們都需要認識 為什麼 因為你一定要需要 理解中醫的手段 如何幫助你的身體 因為你除了健康之外 你已經沒有病了 沒有絕症 但是你還想 你的身體更加 越來越年輕的話 誰想的 那你就一定要理解中醫的手段 所以這次我們會和大家分享 關於中醫的手段 但因為關於中醫的手段 可以說是 用簡單的方式 希望讓大家理解 但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其實需要 一個中醫的醫師 和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請到一個 一個中醫的中藥師 跟著跟大家去分享 關於中醫的理論 在這個之前 我們先看看圖師 這個就是我了 也是 感謝 這個一樣是我的執照 是國際註冊高級中藥師的執照 這個是由IPCA認證的 我們看看圖D 這個是一個國際執業認證協會 所發出的一個執業證 執業證書 而事實上 我這個證 除了這個證之外 我們看看圖D 是的 這個 其實我亦有這個執業證 就是中國國家人才網 專業人才秘案表 即是說 其實我是可以在中國執業的 因為這個 直接是中國的 如果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事部的一個直屬機構裏面 你會可以在他人才網 就是全國的專業稱職 的人才婦女傳裏面 你可以找到我這個執照 你可以找到我的身份 他確認我是有一個中醫資格的 所以我們在校長多謝神 我們看看圖F 這個就是這個網址 你可以找到我的身份 其實這個圖 你會看到我遮了我的身份證 因為那個你不需要知道 現在正式我們就開始講 關於中醫的一些理論 其實生物波頻的威力有多大呢 其實生物波頻的威力 影響對你的身體大到 你可以從一個很基本的例子裡來理解 而你可以看到全部這些囊括 囊括在生物波頻裡面 再說一次 我所說的生物波頻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波頻 一定是來自太陽的 太陽是所有生物能源來的地方 也是中醫所說的 是裡面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為什麼很多精製的食物 其實已經沒有了生物波頻 因為它破壞了 因為它沒有想到這件事 但是其實你會看到生物波頻 它在自然的發覺範圍 大到哪個階段 譬如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繼續看圖一 我們繼續看圖一 如果我們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知道 如果你從心去看電影 我們知道每一個狀婦以中醫認識 心是負責舌頭的 皮是負責口的 肺是負責鼻煙的 而腎是負責耳朵的 而肝是負責眼的 譬如舉個例子 有沒有人聽過 有沒有人聽過近代才開始發現呢 你的眼睛看綠色的時候 你的視力會改善 誰聽過 為什麼 因為你的眼睛 是經過瞳孔和裡面的水晶 去放大把綠色的光頻 生物波頻 放大放在你的視覺幕下 而你控制眼睛 和主導眼睛的是什麼器官 肝 肝最喜歡什麼顏色 對了 所以原來你只看綠色 就已經可以使得你的肝補了 然後補了你的肝 甚至到那個肝裏可以使得你的眼睛明目 看到嗎 都是來自中醫而已 明白嗎 不是什麼新人 新的研究出來 人體發現新的東西 幾千年來中醫都已經知道這件事 你知道嗎 你想想看 看綠色也可以補乾 何況你喝給太陽照的綠色乾的水 明白嗎 那種生物波頻的傳遞是多麼重要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乾屈的人 走去戶外看綠色的大自然 他的乾屈都會輸乾 為什麼呢 因為綠色是經過眼的視覺膜 放大了 放在你的眼裡 然後經過神經線 把生物波頻用這樣的手段 去傳遞給你的肝 直接你沒有吃過任何東西 是嗎 所以原來在… 如果你理解了這個概念的話 你會知道 你怎樣可以保理自己 不同的撞腐期 其中一樣的方法 如果你只是靠光 還是適光治療 所以這隻眼 記住,肝是主眼的 是中醫說的 所以你的眼睛去看綠色就會補乾 不用想的了 但是是否去找眼睛看紅色呢 不是的 你不是用心去煮眼的 所以你的眼睛看紅色 反而對肝不好 並且甚至會傷眼 那怎樣補心呢 誰想知道 就是很簡單 從這個理論 你進心就會理解了 那個層面就是一般所謂 研究眼科的 不可能想到 為甚麼 因為它就是知道 綠色是對眼睛好 但問題是怎樣幫心 因為那個跟眼睛無關 你找個紅色燈去照一條舌 因為心主洩 明白嗎 所以如果將來有一些血清機 可以把眼睛放上去 這樣 是嗎 如果你在嘉南坐車 都會看到一些 底兄插著的鼻子 是紅色的 是嗎 但其實如果鼻子 是甚麼顏色是好 其實鼻子不是紅色最好的 不過你用紅色的話 都可以幫到心 為甚麼要用鼻歌呢 鼻歌因為那裡是血管 最多和最薄的地方 所以很多血清機 都是用照鼻歌的方式 插著管 照著紅色燈 好像紅鼻哥哥那樣出街 其實原來我們輪著逐個去說 譬如好像怎樣去補皮呢 如果用光的方式 誰想知道 皮是煮厚的 所以是黃色光放在後腔裏面 那你就會健皮了 就這麼簡單 即是跟你吃黃色的食物 植物一模一樣 因為那些是用水去記載了光的光頻 然後給你吃落土 但是你直接用黃色光放在口腔裏面的時候 一樣是去幫這個皮的 即是幫這個口腔的皮 就會得到補 即你可以補充 原來鼻歌是應該用白色的 因為這樣便補肺了 因為是肺去控制所謂鼻煙的 所以我們經常說呼吸系統問題 因為由鼻煙到喉嚨到肺 其實都是由肺去主導的 所以原來鼻歌 在鼻歌裡照白色燈便最補肺了 我們知道了 原來在耳朵 是照黑色 當然沒有黑色燈 是照藍色或者深橙色 上個禮拜講過 這樣便可以補腎 OK 而實際上你的耳朵很容易看到 即是你很容易看到那個人 腎是否好 通常中國有些所謂的看相 你耳朱大 你一定長壽 是吧 因為其實原來我們的耳朵是怎樣的 反映出我們的腎 因為腎是主意的 所以通常 譬如有些人耳鳴 或者間歇性耳聾 中醫就會說你腎水不足 因為腎是熟水 而如果水不足的話 他會上不了耳朵 上不了頭 容易頭痛 而且耳朵失衝 所以你很容易知道 那個人的腎是否強 怎樣呢?誰想知道 就是看他耳朵硬不硬 中醫說腎堅就是耳堅 你耳朵硬 那你的腎就好 如果你耳朵軟大 那你的腎就會虛弱 所以用藍色燈照他的時候 就會補回你的腎 你的耳朵就會開始硬 一會兒在全職和加聚對一的講座當中 加聚不是對一 加聚負責 講座當中會教他們怎樣去按摩 可以按摩耳朵 因為耳朵裡面基本上 你可以直著耳朵 都可以把十二經錄的所有穴道都按摩 所以如果你長在耳朵補腎 你就用藍色燈照他 所以你會看到 如果將來有一些LED高效率的光 可以轉色的話 喜歡選擇什麼顏色 你根本五臟都可以隨時解決得到 其實你要知道中醫不是說五臟 而是說六臟 是六臟六腐 因為一臟對一腐 他少了哪個瘡呢 誰想知道 就是少了心包 心包和心其實是 他們通常將心包和腦 是黏在當成一個瘡 但誰都知道一定分開 所以心和心包是一個瘡 心包是對哪個苦 誰想知道 就是對中醫經常說的三招 三招不是三招鳥 三招就是橫甲膜 三招是苦 記住 瘡是實心的 苦是空心的 就是中醫所說的 所以其實一臟一定對一腐 一臟對一腐 皮一定對胃 肝一定對淡 一定是這樣 所以互相支援 但不僅是互相支援 並且我們再看看圖一 並且他們互相負責的東西是不同的 譬如肝是主眼之外 它是主根的 你身上所有的根落都是由肝去負責 一臟一樣 你會看到心是主膜 皮是主肉 OK 就是說你皮胃不好 你就一定消瘦了 OK 而肺就是主皮毛 譬如像 所以通常如果你肺氣好 你的皮膚漂亮 OK 你的皮膚自然漂亮 腎就主骨了 所以通常你的腎不得 就經常腰骨痛 腰酸骨痛 是吧 所以你會看到 原來每一種中醫都清楚去理解 所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就成是很失敗的一個方式 好了 而我們剛才帶了一樣東西 就是什麼 原來你看綠色光 眼睛會好 根本是有實質的 你不用靠近代碰釘碰出來的 根本是一早有文獻記載 我們可以怎麼用它 譬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治療法 發展另一種 就叫做AK 是一種肌肉的試 方式去試 那樣東西適不適合你 誰聽了AK 有人聽了AK AK 基本上簡單來說 最早期就是 那人伸手出來 那一個人要按它 OK 先試了力 然後他們就拿一樣東西 食物 這個食物 他們多數是拿著手 但是最好的方法 是擺在圖欄 如果這個食物適合你的話 你會發覺 別人壓不下去 實了很多 別人覺得 你大力了一整倍的 但如果這樣不適合你 還要被靜脈壓的時候 你更加沒力 你掉下去的手 OK 所以在以前早期 AK用這個方法去試 很多適不適合你身體的食物 這個理論是對的 絕對對的 是近代當中一個 可以發展得非常好的方式 AK 用這個方式去試食物 為什麼 因為都是生脈波頻 因為原來任何一個物質 都會放射它的生脈波頻出來 而我們的身體當中 內部血管最多的地方就是肺 我們稱為百脈 百脈都會於肺 但是如果我們外部最多血管 就是我們的肚磁 因為你出生的時候 你的磁帶 你是從那裡去吃食物的 所以雖然割了之後 但是你的肚這裡的血管吸收是最多的 所以任何一些高能量 好能量的東西 放在接近這個 他們叫做太陽蟲這個位置 那你就會加能量給你的 你有了生脈波頻的話 你會大力了 OK 但是 搞笑在就是 一些厲害的AK高手 就不會說出了這個問題 但我親眼見過 有些外國的節目 他去笑自然療法 就去玩這些AK的人 結果真的出了事 問題是什麼 誰想知道 就是 他叫他找一塊 你認為很有能量的水晶 拿著手 問他 你覺得這個水晶是有力的 我待會會給你其他另外幾樣東西 大家都在布袋裡 你試試哪一樣東西是有能量 因為尺寸一樣 跟水晶尺寸一樣 放進去 它撈亂了之後 要去做個試 OK 他試了 即是說他們有時候不是用手臂 很多時候是用手指 其實你要很厲害 才可以用手指 至少我自己試過 我覺得 用手臂是最好的 因為那個是用力 因為你拿著手指的時候 你用的力在不同骨折都導致你有力 而沒有力 懂得用力與不懂得用力都差很遠 但有時候我們緊張用的節數都不同 所以變成力道不妨礙 很厲害就可以用這個 要不然 其實用手臂這塊肌肉單一性就最好 結果他試了出來之後 他試到五塊當中 他試到這塊是最好的 他叫他再試一次 是這塊最好的 一打開是老鼠藥 為甚麼 真人真事 OK 為甚麼失敗 誰想知道 這就是一般AK 我看他們的書 他們都沒有說的 他們不知道整個概念是來自生物波頻 但他最慘的就是 他們從一個實驗方式去摸索 很有經驗的人不會中這個招 但沒有經驗的人一定會中這個招 因為你可以選擇去選擇 你測試甚麼 但只要用普通的握在手 然後試 或者擺在肚子上試 是有一個致命的錯誤 是甚麼 誰想知道 那樣對比是一定要同色才可以對比 明白嗎 因為它的水晶 是透明的 而那些老鼠藥是有顏色的 顏色是一種生物波頻 你知不知道 我可以說肯定你用七瓶水 七個瓶裡面裝的水是一模一樣 但七個瓶放在肚子上 你試的力量都不同 因為不是裡面的水的問題 是你用那種顏色的瓶 是影響你的太陽重的 明白嗎 我現在說的 就算連AK他們走生物波頻 他們的著作當中都不知道這個 那麼重要的問題 明白嗎 有時候 這隻 不知道甚麼是全的 淨流水好 但你喝的時候不是好 是因為焦紙好 焦紙是藍色 那幫你補腎 那就好 你吃了一張焦紙 明白嗎 你想想 我現在說的 很多門學問 其實根本是中醫一早有 但他們不看 而他們寫的那些書 是千瘡百孔 導致很多治療法 根本沒有辦法被普遍的科學 去接受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們不complete 它靠狀彩或者試 當然它試到 但問題是 別人的老鼠藥有顏色的話 那樣透明的東西 就一定不夠來的 你一定要找回 那樣是透明的意思 找透明的老鼠藥 去跟透明的石英比 它一試就能試到 這個透明的老鼠藥一定有問題 但你一定要同色 兼夾在同色的情況下 才可以公平競爭 如果你不同色的話 是不行的 因為有些顏色 那樣東西是對你好的 不過那樣是射的 屬於 OK 放在太陽蟲的時候 你是沒有力的 那樣東西是對你好的 不過你是沒有力 那是否不好 不是 因為你可能需要射 因為乾火上升 明白嗎 所以變成了 因為乾火上升 你會很力很多 但你有一件事 射了乾火 你會軟很多 所以變成以顏色這個概念 我們才能夠貫通 所有我們能夠以知的 所謂醫學 甚至比較神奇的醫學 是正確的 AK是非常好的方法 並且AK發展到後期 有很多很好的 可以用指定的方式 去檢查裡面的藥 可以指定的方法去檢查 這樣就可以避開這個問題 但通常一些生手的 很多時候經常被傳媒玩 常有這個問題 好了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所說的生日波瓶 究竟多厲害呢 是很厲害的 因為它真實到的程度 是你看的 都已經解決得到 所以不要輕看它 不過它有個好處 總之 例如你看綠色光 你看得多 你的眼睛也會有問題 是吧 即是狗視傷心 即是經常看東西 就會傷心 傷心臟 無論你看綠色 看甚麼色 都是 但是問題是甚麼 問題是 你喝水就沒有問題 你喝水 因為那些水全是有顏色的瓶 它既在那個生日波瓶 是直接在 以collidal form 進入你的細胞裡 是完全沒有任何灰準的情況下 你是可以身體去吸收的 好了 所以在上個禮拜 我們講到關於中醫 中醫有這個聰明的方式 他們用這個方式去尋找草藥 花、果子 你現在明白了 是吧 不同色的花 譬如好像大紅花 吃了下去 大紅花是可以的 大紅花補甚麼 對,補芯 一定是因為它是紅色的 是吧 就很容易去理解了 是吧 我不知道紫色的胎蟹難吃不可以 如果紫色的胎蟹難吃不可以 它是接近藍色的 這樣就補腎 但你不要亂吃 我只不過告訴你 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按著顏色之後 中醫亦再加上 它關於食物的寒熱、虛實和補舍 它製造了湯水 所以在上個禮拜我們講到 中國的湯水是全世界 沒有任何一個民族 所擁有一個補負 我再說一次 湯水是中國給有錢人用的 中藥是給窮人用的 因為你能夠想像 以前中國 走絲綢之路 很多這些地方 是非常之遠 才可以將一些海產 或甚麼帶來入內陸 但是所以我們現在喜歡 生魚 喜歡煮這些糖塞 糖塞是補血 補氣血 喜歡補這些 但以前中國不是的 中國只能曬乾藥 混來混去 所以湯水 當然我們不用說很有錢 現代的科技 我們隨手可得 是街市 所以多些煲湯水的話 你的身體 是很容易補血氣的 出去買一本好的湯水的書 按著四季告訴你 哪個時候 去煲不同的湯水 是很重要的 但是記住 我現在所給你的這些知識 不是你自己用診斷方式去幫助自己 而是只不過給你理解 你做一些手段 不會干犯了一些錯誤 譬如舉個簡單的例子 車離子是紅色的 紅棗是紅色的 所以它補甚麼 對 補心的一定 所以通常車離子是補血 我們說 紅棗是好的 紅棗因為容易被吸收 它也是紅色 但是紅棗就這樣吃 對腸胃有事的人 就很容易腸胃有問題 OK 所以中醫就知道 在這樣的情況下 因為如果腸胃不好的人 就這樣生吃紅棗 它是二級收 但是容易吐舌 所以中醫的智慧 通常紅棗一定要炒過 並且如果你沖茶的話 就一定炒到它 皮硬了 一浸水就裂開 才讓它用來沖茶 而事實上紅棗炒了之後 用來沖水喝 是可以治癌痕 治癌痛 治癌痕 治癌痕 為什麼呢? 誰想知道 明明是補心的 我們看看圖一 圖一 因為你補心之後 心是支援哪個狀腑的 皮胃 心是支援 皮胃的 心是黑肺的 按著這個圖 OK 所以你現在明白了 紅棗是補血 是補心 但是會滋潤我們的皮胃 所以紅棗就是 所以你很輕易看到 每一種它說的食物的屬性 原來是這樣來的 所以紅棗它煎了之後 用來沖水 它會醫胃寒 它會醫胃痛 它會幫助這個皮胃 所以你有了這個圖 你也可以成為專家 他講的東西 你就會知道 你會知道吃什麼 對什麼好 譬如紅棗加龍眼肉 加杞子 杞子紅色的那些 你煮完 用來沖水喝 譬如好像六至八粒紅棗 六至八粒龍眼肉 四至六粒杞子 不用多 你將它煮完的時候 你的身體是養血的 是美容的 使得你的臉是有血色的 是會治癒便秘的 你會看到全部都是因為 它吸收了紅色的生物波噴 明白嗎 而另外 譬如紅棗加紅豆 紅豆是紅色的 大家都知道要補心了 用來加糯米煮足的話 就會補血的 但是當然 如果你這樣做的時候 要煮爛紅豆 才是因為紅豆 對比紅棗和糯米 是比較難煮軟的 所以你看到 就算是紅色的食物 按著中醫 仍然有瘟熱、寒、虛實的不同 譬如舉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腎 現在腎我們知道是黑色 所以中醫說得對腎食的東西 是有黑瓜子、黑芝麻、黑豆 紫米、黑米、法菜 法菜是甚麼顏色 黑色的 黑木耳、黑蘑菇、海帶、紫菜 全部都是黑色的 但你會否全都可以吃下去 不是的,因為它有分補和射 雖然它是對腎 但是有些是補腎 有些是射的腎 比如黑木耳、海帶和紫菜 都是寒的 冬天是最不好吃的 雖然它是活血解毒 但如果冬天一定要吃 中醫就會加生薑、辣椒、花椒 見不見 所以讓你理解了整個種類 但中醫在每個種類當中會細分 但你只不過理解了那個概念 對你的幫助很有用 因為就算同一樣的東西 它的細分程度 例如當歸 當歸基本上是中醫一個很厲害的手段 去補氣、補血 即是超厲害的 所以有一群的中醫 就簡直是一日到刻 只能夾兩樣東西 要麼就浸腳 以及吃當歸粉 當歸粉 最早期它有分尾和頭 當歸的尾是活血的 所以你不習慣當歸的話 例如說開頭幾個星期吃當歸的尾 去活血 然後才吃當歸頭去補血 就算同一個東西也有分的 中醫 但如果你分 即是有心機去查一下 智能力去查一下 當歸粉這個概念 其實是一個非常之好補血補氣的 中醫的手段 所以你看到 譬如像我們上個星期 在主日講道完之後 我們有很多的列表 讓你理解了不同的食物 去補不同的狀腑 譬如像 但是記住 心是紅色 補心、補老 都是用紅色的 用同一種顏色都可以補心和補老 所以 紅棗、紅豆、西瓜、紅薯、櫻桃、紅葡萄 西紅豉、紅辣椒、紅茶、紅糖 其實都是補心的 而白色補肺 即是白糯米、白戒指、梨、白果、白盒 大白菜、白蘿蔔 大家知道白蘿蔔是破氣的 但為甚麼 因為跟肺有補有蛇 所以不是說一尾一整個炸去煮 我是最新的科幻的科學 這麼煮進去 因為是日華教的 但是問題是 你不能拌勻 因為每樣食物都有補的射 所以譬如像有銀耳 也是白色的 白蘑菇 海折 即是水母 它們是白色的 在海裡 接受白色的陽光 變成海折之後 都是補肺的 因為它是白色的 其實不止 關於生物波頻 它的範圍闊到 你真的不說你不知道 還有另一個範圍 誰想知道 就是 其實中醫 中醫分望文文次 最威風的中醫 就是望診 OK 其實靠望 就可以知道 你是甚麼病 而端正是非常準確的 我們嘗試看看圖二 而望診有分神式形態 這幾樣東西 不花時間說 但是其中一個 它的色 就是看你的臉的顏色 就知道你甚麼病 所以譬如五種色 對五個臟腐 你要背 為甚麼 立即知道 舉個例子 因為這些全部已經有西醫證明 舉個例子 心臟病 心是甚麼色 對 心臟病的人 西醫知道 就是說它的二尖反三尖反 合殺和封閉 不完全的話 在它的拳骨兩邊 是會出現紅色的 OK 已經是證明了 而西醫也發現 腎病晚期的人的臉 腎是甚麼色 黑色 沒錯 腎病晚期的人的臉 是出現黑色的 主要是黑色 OK 所以原來 望文文次是真的 即是真的有傳說當中 因為中國有很多小說 都說一些中醫 是用望診的方式 就已經可以知道 那個人是有甚麼病 說真的看你的耳朵 就知道你神行不行 這是其中一件事 其中一件事已經知道很多 例如舉個例子 原來這五個經絡 可以用這樣看 所以這幾種色 你就可以理解了 比如心 在中醫的望診來說 是紅色 所以如果這兩盒有紅色的話 他們就會知道那個人是心有病 但是甚麼病 他們就會看是深紅色 老紅色 還是粉紅色 亂紅色 OK 如果是深紅色、老紅色的話 心就是實熱 如果是粉紅色、亂紅色 心就是虛熱 這就是望診的其中的智慧 綠色是甚麼 是乾的 所以如果那個人乾屈的話 臉是會青色的 乾燥了的話 都會是青色的 所以通常屈露的人 中國有句說話 臉色鐵青 一些人屈住 臉色鐵青 臉色鐵青 沒錯 就是因為乾火上 乾屈的話 臉是看綠色的 OK 那我們知道皮是甚麼色 皮是黃色 皮不好,臉是會黃的 所以中醫說 臉黃肌瘦 是不是? 或者臉黃骨瘦 總之就是 你看到 對 原來這些是有根有具的 全部都是有根有具 白色是煮甚麼? 肺的 OK 所以如果那個人 因為全身氣最為密集的地方 就是肺 所以通常 譬如那個人狗病 病得太多 那 他的肺有事的話 他的臉色就會蒼白 那肺是有問題的 那個人 腎是黑色的 如果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人 當他熬夜之後 就會有熊貓的黑眼圈 熬夜多的時候 人就有黑眼圈 就是因為 他損耗了他的腎 因為精藏於腎 熬夜就會損耗這件事 而損耗 他有分損耗 懸陰還是懸陽 一會兒會跟大家分享 四虛、虛症 就是 氣虛血虛、陽虛陰虛 我們看醫生經常說 但今天我會教給你聽 而且我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你就永遠可以知道 如何保住自己這件事 雖然聽到很複雜 和很完妙 但它是真的 但其實原來回到現代來說 有一些很實用的方式 去理解這幾件事 原來神 因為無論是陰與陽 都是處於神 尤其是冬天 所有的懸陽 是藏於神 所以 在神裡面 藏懸陽、懸陰 所謂的中醫 不是武俠小說 如果損耗了懸陰 在神那裡 那種黑是焦黑色 是很乾的 所以你看 下次研究別人的黑眼圈 是很乾、很孤膏的黑色 就是它損耗了懸陰 但如果選到懸陽 是淡黑色的 是亮的 OK 那 這個就是中醫 可以看臉去看氣色 就是望診 都是按著什麼色 都是按著七色 按著顏色去看望診 其實 所以你會看到 原來我們懂得理解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再看圖一 我們理解了 我們只是憑會日 早上看自己的臉色 就立即知道你喝什麼色水 你見到臉黑色 那就是喝藍色水 你的臉白色 就是喝白色水 你的臉色 也告訴你喝什麼色 你的臉青色 就是喝青色水 很簡單 你的臉青色 你就需要你的肝 需要補 多簡單 神創造在我們的臉色 也看到 不可以 你叫老婆看 你又看老婆 大家 你要這瓶 我要那瓶 很簡單 神創造人 所以是一個設計 是一個設計 你只要有一點智慧 你每天都可以馬上知道 即時知道 不用說我是什麼 基本上 你會看到你是上火 你是熱還是寒 如果你是熱的話 一定是缺水那種色 是啞色 你是屬於熱 如果有滋潤那種顏色 你會知道 可能你是濕 或者可能是汗 你知道嗎 所以你很輕易 只看那種人的臉顏色 也知道那天喝什麼色水 不用施藥了 你知道那天是乾熱 你便喝一些水 去黑著它 或者喝一些 去射你的乾火 一些顏色的水 所以你要看到 如果理解這件事 我們很容易去對症下藥 所以變成有幾樣 我想跟大家去 進心去分析 在前兩個星期 我就以自然療法的概念 去講血氣 現在我再深入一點 讓你理解 如果在中醫來說 不以自然療法 那麼浮面去理解血氣 我們再深入一點 可以在中醫的血氣當中 理解更多 關於我們身體健康的一些手段 你記住 我現在講這些給你聽 其中的原因是 因為你要找到一些中醫 是懂得我說這件事的 如果不懂的話 他只是可能真的 周生收拾了幾次藥 醫好人之後 自己就跨招牌開檔 他不能夠理解所有這些事情 舉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而且在中國已經有很多這些中醫 在省城當中是各部級的 大約中藥是醫死很多癌症的人 為甚麼呢?誰想知道 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患癌症的人 他們會嘗到肝熱的 於是就給了很多清熱、解毒等 這些中藥開給他們 不斷吃 但問題是 他沒有查到 其實那個人已經虛得很厲害 他的肝熱是虛火 你還要不斷去射肝的話 他就死得很快 你要補肝 支援肝 但如果按著圖一 我們看看圖一 按著圖一 它不是開一些藥去射肝 它是開一些藥去補他的腎 去支援肝才行 你知道嗎? 所以你會看到 有很多的所謂中醫 是因為… 沒錯 人是最基本有四種不同的體質 但問題是 一百個人找他 他會醫好二十五個 七十五個會死 因為他不變他的藥 明白嗎? 所以變成四分之一 他一定會醫治 但另外四分之三 就不幸運了 你找著他 但如果真的厲害的話 是把四種體質 理解了這五行的話 是真的養生 和知養過的人 就不會有那個問題 否則的話 就有很嚴重的問題 你發覺一些中醫 只是一尾幫你去… 射你的火的話 那是不夠的 他是否能夠理解多一點 如果越多就當然越好 好了 所以我想讓大家 理解多一點關於血氣的事情 誰想知道 OK 其實我們說的血氣 我們曾經分享過 在前幾個星期 就是其實我們身體 即是人 中醫發現人類是行血氣的 簡單來說 你搞定血氣 你甚麼都會復甦 但問題是 我們身體用了八成的能源 然後說八成 去維持酸鹼度 變成七點三六 一會兒會說到關於 氣虛血虛 欲虛羊虛 你就更加震驚 中醫說的最難的這個範圍 原來都是和這個有關的 原來我們血氣當中 除了維持酸鹼度 剩下的就是運送營養 和生物波頻 幫我們解決了這三樣的話 我們的血氣一定是好的 但是中醫其實是 將血氣分得很細的 我們嘗試看看圖三 中醫是將血氣分為元氣 你出生的時候所擁有的 由母腹所給你的 第二 跟著就是這個中氣 中氣是我們呼吸的時候 所得到的氧氣 所帶來的中氣 跟著呢 凝氣 口義的其實是說營養 中醫都有說營養 就是在水分裏面 譬如你吃蔬菜的水分 吃水果的水分 水分和五谷所吸收到的氣 就叫做凝氣 所以飯你吃飯 我們知道飯有澱粉質 於是有卡路里 於是很足夠的氣 吃小麥有澱粉質 吃完之後有卡路里 你很足夠的氣 他們稱這種叫做什麼氣 叫做凝氣 有明白嗎 其實是營養所給你的氣 然後跟著這個 是叫做胃氣 胃氣就是溫度和保護 所能夠給你 即是溫度越好 越適中 不是過高不是過低 它就自然可以給你胃氣 不是這個胃的胃 是保胃的胃 所以原來中醫把氣分為幾種 但其實我統稱它的血氣 讓大家更加理解 基本上 如果你想理解血氣 你可以這樣理解 你就會很容易掌握到 你的身體的健康程度 以及你能否應付到你的工作 以及日常生活 甚至你可以長壽 你當作血和氣 去對比飯 OK 即是吃飯 簡單來說 原來你的身體是把飯 藉著血氣 去運送到你的六臟六虎 那麼 血和氣 是代表甚麼呢 血 就是運輸車 剛才說運輸車 就是一天送幾次飯 OK 它送一餐 還是三餐 還是六餐 還是一個禮拜送一餐 即是蛇都死 一個禮拜送一餐 這個就是血 就是紅血球 我們說紅血球 它是運輸車 多還是少 就看你會吃幾次飯 OK 氣呢 就是送去那些是粥 是飯 還是自助餐 OK 即是你吃粥不行的 所以你會看到 在這一點西醫 只能研究到 你的氣 不能研究你的血 就是我所說的 嚴血錯誤的地方 因為西醫有一個方法 就是它檢查血色數 血色數會說 血色數低 所以 即是說你的五臟六腑 天天送去都是粥 OK 如果你血色數高 天天送去 就是飯 如果極之高 送去是大餐 OK 那麼你的五臟六腑 就會好 但它們不知道 究竟會送一次飯 還是七天送一次 還是一天送七次 它們不知道 它們沒有驗得到 因為它驗不到你整體 全部腫磨的紅血球是多少 它們的驗驗方法 已經很失敗 它的方法已經扯了你大把紅血球出來了 它的方法 所以中醫不用每次驗一次 又繃一次 你想想 如果你每次看一個新的西醫 它每次都扯一瓶 你都很黃迷 基本上 你一個禮拜看七次 你基本上都可以買完棺材 差不多 用這個方式抽血 它抽很多 每次抽兩次 很多時候 但中醫看血器 不是用抽血的方法 那麼笨 而且那麼無效 它用的方法去看別人的臉色 看他的舌頭 譬如舌頭也有很多學問 所以中醫也叫你新舌頭出來看 原因是為什麼 誰想知道 因為原來看我們的舌頭 我們的舌頭濕 那舌頭就是濕 很簡單 濕地滴出來 那你就濕 因為你蒸發不到身體的水分 容易水腫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其中一樣 天氣濕 我們也會濕 為什麼呢 你濕的腎也會痛 為什麼 誰想知道 因為很簡單 因為天氣濕 我們身體四個排毒器官 其中一個就是皮膚 皮膚被稱為四個排毒器官 當中最大的 是因為它是靠濕度比不同 它將很多水氣用這個蒸發 為什麼它要用這個方式蒸發 因為這個蒸發是順便把寒 都蒸出來的 但是如果天氣濕 外面的濕度高 你裡面的水分 不能蒸發出來 它就留在你的身體 導致年紀大 導致你的腎負擔波 那你的身體就有很多水分 於是乎 變成那些血走的時候 很多東西阻礙它 因為帶著濕的血是稠一點的 這個紅血球 就像在蛇舌上漫步 變成它會辛苦一點 所以濕的時候 有人會累一點 你當作生瘦 因為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所以變成你身體出來 濕的 那你就是濕的 如果你身體出來 有很多白色的在面 通常會有寒 原因就是 你的身體開始 將毒素在舌上蒸出來 如果你的舌頭紅 就說你熱 如果你的舌頭青 就說你的血液是乳製 內寒 如果你的舌頭肥 通常會看你旁邊有牙齒印的 因為你的舌頭肥到 在口裡迫著牙齒 然後旁邊有牙齒印 按照治療法有一個說法 按照中醫有一個說法 他看到牙齒印 他就知道你水分過多 水濕平序 中醫說 你的舌頭瘦又薄 就是你的陰液規號 氣血不足 如果這條舌頭 撞在一邊 就是腦出血 就這樣看 伸出來 你腦出血 一邊歪了 就算連你的舌頭 舌頭都有厚、薄、黑、白、黃之分 不花時間說 你們不是上課 不止 你的舌頭 舌頭兩邊 舌頭一邊反映肝的狀腑 舌頭一邊反映心的狀腑 舌頭一邊反映肺和皮的狀腑 舌頭一邊反映腎的狀腑 所以你會看到 輕易是一個亡診的醫生 即所謂中醫最高境界 其實是記住這些 以現代 基本上讀書多的 就很輕易變成最高境界 就是你只看顏色 除非你懂得盲 否則你一定可以看到它是甚麼顏色 一看你就知道它是嚴重還是否嚴重 越深色就越嚴重 因為為甚麼呢 原來你的臉 其實你如果細心看 其實每一樣色都有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黃色、紅色、青色 譬如青色就是你的動脈 紅色就是你的… 不 青色就是靜脈 紅色就是動脈 在臉上 但當某一種神經線或者動脈 植物的色深了 就反映那個狀腑 其實你七色在臉上 不過是平均的 但是有某一種突出的話 就反映出一個狀腑 就是這麼簡單 但這就是原來精靈人體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構造 你很輕易看那個人的臉色 就能理解到 所以中醫看你的 不單止用這個方法 可以看到你多血、少血 你的血色數多還是少 它可以看你的眼睛 眼睛有氣輪、肉輪 很多不同的輪 它會看到一層層的眼角膜 顏色可以看到你的皮、胃 和你的眼睛可以看到 它可以看到你的皮膚、頭髮 看你的耳朵 摸你的手的溫度 看你的手有沒有青筋 看你的指甲上半角 它的橫紋 它就已經知道你五臟六腑 因為六臟六腑 吃不吃得飽 哪個臟腑吃不飽 西醫最多看到你血虛 就是不夠血 它都不知道這個不夠血 影響哪個臟腑 中醫就已經看到這兩樣東西 你夠氣還是夠血 還是不夠氣還是不夠血 並且哪個臟腑影響最大 就憑這件事已經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會看到 如果一個人血小氣夠 即是說送飯送得少 但起碼每次送一頓 一天送一頓 都是送飯 但你血氣都少 它不單只是送粥去 並且可能送半碗粥 那你就明白為何那個人會有糖尿病 明白嗎 他去哪裡找食物 馬上溶解你的身體 因為我們身體有兩種能量 是可以溶解出來的 一個就是我們的脂肪 有稱是豬肪 另一種是肌肉 肌肉最快的 肌肉是最快溶解的 不用用力 所以它便溶解了肌肉 一溶解肌肉 通常就是糖尿病 明白嗎 因為用脂肪 溶脂肪的話 它用的手續是多 十幾重的 所以變成 用這個方法去拿能源 它們不會選擇 它就會溶解你的肌肉 所以變成你血氣衰竭的話 就會容易產生糖尿病 所以以飯對比 你就容易理解了 我現在嘗試解釋給你聽 其實這個飯對比 就是對比血氣 如果心臟成飽 就會怎樣呢 誰想知道 心臟成飽 就會心方氣短 胸滿 心律不正 因為心跳跳想休息一下 心律不正 其實就是你的心臟成飽 這樣解釋而已 並且心對血血是最敏感的 所以心臟成飽 會引起心痛 它提醒你 它已經成飽了 所以醫用的方法 就是擴張你的血管 導致因為擴張血管 會加重病症 因為你血流量不足 血管擴張的話 它會乳塞 造成閉塞 所以導致 你本身心臟吃不飽 吃西藥吃到心臟病 明白嗎 因為你反過來做 所以西醫不會接受中醫 中醫更加不接受西醫 它用的方法 是嗎 它解決了你心痛 它擴展了它 因為你的血流量不足 它會躺在這個位置 你知道嗎 好了 如果腦成飽又怎樣 誰想知道 腦成飽 輕的是頭暈 記憶力下降 重的話 腦缺血 腦全生 久而久之 腦就會變瘦 腦變瘦 就是腦萎縮 老人之外 其實老人之外 只是腦成飽 不夠血氣上去 不理會什麼理由 可能因為撕一撕耳骨 或者其他骨歪了 或者肌肉僵了 或者什麼都好 或者腎水不足 血上不了腦 但總之它都是吃不飽 它吃不飽的話 腦就會有這個問題 肝吃不飽 就是怎樣 誰想知道 肝吃不飽 因為肝是人體再生更生機能的地方 並且是人體化工廠 就是說所有的食物 它都是由它分解變成營養 然後使得你再生更生 但是它吃不飽的話 你的身體很難醫 很難再生 很難更生 所以經常要睡覺 所以肝有事的人肝炎 經常都會累 是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經常要睡覺 才有足夠的時間能源 讓它應付到它的工作 而不止 以前你吃一斤肉 就有一斤肉的能量 但是現在 因為它這個化工廠做不完 你吃一斤肉 它只有半斤肉 消化到 消化不到 會變成什麼 變成脂肪酸 所以通常會產生脂肪肝 或者脂肪堆積在身體 血管閉塞 血壓高 都是因為肝炎不飽 OK 事實上你會看到 有時候我們推拿一個經絡 就會將全新的食物 飯都推進那個經絡 就可以幫助那個經絡 所以為什麼推拿會有 特別針對某個經絡的推拿 就會有這個幫助 譬如腎吃不飽又怎樣 哪個腎子 腎吃不飽 你的腎就排不到毒 就只能夠完成部分工作 有些就會出現 在上兩個星期說 如果血氣不足的話 就會出現腎衰竭 西醫就割了一邊 那腎不衰竭 其實就是因為 你將兩個CD-ROM 拔了一個 那當然是夠電動 但是你最重要 解決那個血的問題 所以如果腎吃不飽 會產生尿素高 甚至後期會產生血酸 因為它根本不… 尿酸 尿酸 因為它解決不了 血液裡面的酸性 如果你的胰臟吃不飽 那麼胰臟分泌就不足 糖的代謝功能就會下降 就會導致你血液裡面血糖高 所以有些後天的人的糖尿病 基本上有10個 你做運動就不會有糖尿病 因為它導致血氣再恢復 它給食物的胰臟 胰臟就不會產生 這種糖的代謝功能下降的現象 所以基本上健身的人 是不會有糖尿病的 基本上 除非它會用脂肪 導致身體負擔太重的例外 所以你看到我所說的 全部這些病 對西醫來說是重病 明白嗎? 老人癡癌、糖尿病、尿酸 不能醫治的 但中醫來說是很容易解決的 如果懂得醫的就喜歡 它知道你今天沒有血氣而已 我都說沒有血氣是很容易解決的 如果你知道 這幾個星期所說的訊息 所以現在我只要讓你知道 你理解了血氣 你很多病症 原來根本不會有你的身體 即是不會有你的血氣 好了 但問題 在一點裡我要理解 原來我們的病症 身體的病症 按著中醫的學說 是有兩大類的 一種叫實症 一種叫虛症 虛症不是假的 即是你那樣東西是虛的 明白嗎? 實症是意思那個症 是在你臟腐上 舉個簡單的例子 實症 不是病症的症 是證明的症 實症是你六臟六腐 已經是病到受報破壞 這是大件事的 對於中醫來說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因為酸性 或者是糖尿病這類病 造成臟腐的破壞 這種在中醫來說就是大病 需要慢慢調理 但虛症只是來自人的 六臟六腐裡面的 一些瘡液、血氣、懸陽、懸陰 因為過勞或者營養不夠 損耗過度 即是那些是身體的遵液 和流動的東西裡面的虛耗 所以這叫做虛 接著說虛 對 當我一說虛的時候 其實是這四樣東西的損耗 這些是中醫來說 如果厲害的那班 就是小病 由它所引起的東西 譬如血氣、心臟、腦、不夠 它很容易解決 而虛是很多時候會由什麼引發呢 誰想知道 虛 即是懸陽虛 或者懸陰虛 或者血氣虛 全部是由這幾樣東西引發的 起居勞類 重慾過渡 狗病損耗 失血 過渡運動 過渡推拿按摩和針灸 都會的 因為這個大家從我第一星期已經說 推拿按摩是好 但如果不斷刺激你的儲藏庫 它全部去到乾了 你還要這樣做 按到有推火出來也可以 所以變成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醫通常去辨證 先辨你是實症還是虛症 然後就會教你 生活上立刻要拿殺車制 然後去看看你是什麼狀腑有問題 它是以禁和補的方式 不過在中醫 如果現在看的中醫 現時 中醫完全可以說 拿手不成小的時代 它是沒有辦法按到你的 它就是補到你 這才是最大的事 所以我稍後會告訴你 五行裏面的互相克制和按 你一定要知道 因為那個是你自己做的 但雖在按著不同的病況 是正在變成的 所以中醫是做不到 甚至你想想 它叫你戒口 都隨時被西醫笑 怎麼按呢 明白嗎 所以我們嘗試去看看這個實質 我們嘗試去看看圖4A 中醫斷症第一類症叫做實症 繼續說實症 這種實症是決定了中醫用的手段 而且你其實理解了之後 你就知道原來用什麼方法去處理 就可以了 很多時候 你理解了實症的話 你就會知道要怎麼處理 譬如舉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中醫發覺你眼有事 西醫就說 耳鼻喉、眼睛這些是相通的 你搞定這些 他們是相通的 那等於我們五臟六腑都相通的 那你不能一樣當幾樣是醫的 不可以的 西醫就是你眼有事就當你眼有事 但是中醫看你眼有事 他就知道可能你是肝病 明白嗎 一定被西醫笑的了 不用想的 因為他們的腦沒想到這個領域 他們的學院不會教他們想這些 OK 因為他們讀學院很低能 沒有辦法 他們不會想到人體是整個系統 他沒有想到 雖然他有很多座證證明 但他還沒有轉到中醫的領域 譬如那個人如果耳明 假設性耳龍 中醫就會說 你是神有問題 幫你解決個神 他用這個方法 譬如好像你的骨痛 他就知道都是神的問題 所以我們嘗試看圖4B 圖4B 所以中醫斷證實證 他就會這樣看 除了眼耳口鼻之外 他還會看你是筋 骨 皮毛 肉 和脈 脈 他會看你究竟在哪裡 譬如我們中國有句話 叫五爐七雙 誰聽過 五爐七雙 五爐是什麼呢 五爐就是 久行就傷肝 走得久就傷肝 因為它傷筋 而久時 就是望遠望得久 就傷血 即是傷心 久坐 就傷肉 因為血氣走不了 所以就傷皮 這是五爐的第三爐 第四爐就是 久餓 因為你屈起來 久餓就傷氣 所以影響肺 久立 即是站得久 久立就傷骨 所以影響神 這就是中醫說的五爐 原來我們很多的 所謂武藝小說的東西 原來是真的 我們看看圖4C 所以中醫一知道這些問題 知道你是什麼問題 它就會找出狀腐的問題 然後去補和禁 但問題是 現代來說中醫 根本是完全被否定了禁 這件事 這件事被捍衛迷信 所以說你不用了 你看我什麼都可以吃 但你也死得很快 這樣做 但你看中醫的話 就說這些不能吃 那些不能吃 但不能吃多久 中醫又不能告訴你 它要你下次去看它 為什麼呢 因為你五藏六虎是平衡的 它可能醫完肺 然後沒多久去醫個心 然後沒多久去醫個神 你的身體是在變緊的 它是一個循環 一個循環使得你 一路一路年輕化的 一路一路體能升上去的 但很少人是會 能夠有這樣的知識 理解 或者自己想得到 理解得到 理解到這個層次 中醫通常叫做養生師 它是屬於養生 我看是中醫當中最頂級的 香港也有一些 如果你想知道 你問一些家庭的責任 基本上我們教會家庭的責任 大部分不知道 不,大部分知道 不知道就打他一生就行了 這樣就行了 大部分知道 養生師 我自己也看過養生師 他們就屬於這種級數 你肯問 你肯照著這個常識去理解 他們也會肯說 譬如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先說補 補有很多種 除了食物 我們剛剛先說完食物 但味道也會有補 還是不補 所以你看到中醫的藥 真是五味俱全 酸甜苦辣 什麼都齊 原因就是這樣 原因是你喝中藥的味 你已經知道它在補你什麼 我們嘗試一下圖五 原來你喝的味道是酸的 酸入肝 它在治癒你的肝 因為所有酸味的藥 是會直接入肝的 OK 等於顏色一樣 綠色的所有綠色波瓶 是直接入肝 這是身體自己的結構 西味有個癌 去理解到 我們身體會否可以精密到這樣 而苦味是入肝 金味是入肥 所以我們有時吃甘草的時候 就說健皮 就是這樣 辣入肺 鹹入腎 但是過酸就會傷肝 過苦就傷心 苦心 過甘就傷皮 過辣就傷肺 過鹹就傷腎 是適可而止的 不能夠亂來的 OK 好 於是乎 按住他們傷黑 傷黑 你就知道 他們有些味道要避 但是中醫很多時候 真的無法告訴你 是你一定要自己去研究才行 因為為什麼 如果你是有 譬如舉個例 你有肝病 OK 肝病 你有肝病 他給你吃的藥是酸的 但是肝病的人 肺是黑他的 OK 現在你在醫治肝 所以你不能吃一些辣的東西 新辣的東西 因為新辣的東西 會導致肺強 肺強就會再黑肝 肝就直接沒辦法 站得住 為什麼呢 簡單來說 就是說 等於我們的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身體的五行就好像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財務部 和人事部之分 為什麼呢 因為財務部收不到奉獻 我就不斷在人事部請人 明白嗎 那我就黑了財務部 明白嗎 但是財務部是支援我的 如果他有多些奉獻的話 我多請幾個人掃地 原來我們的身體就是五行 我們有經理 有財務部 有人事部 有勞工 就是這樣 是互相去支援和克制的 他都未給你錢 你就請這麼多人 我們就一定赤字 是不是 原來就是這樣 所以譬如我們再看看 所以這個圖你很容易記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這邊隔離的 一定是支援他的 他一定是支援這邊那個 所以你可以將金木水火土 寫在一隻手指上 自己記住 這個支援這個支援這個支援 這個支援這個支援 這個黑這個給這個黑 這樣 因為他的圖你很容易看到 這個支援他 但是他隔離的就是黑他的 對 OK 所以你看到一些中醫 可能寫了金木水火土 可能他是剛剛學的 新手 就是用這樣的記憶勾 但是始終用五隻手指的記憶勾 是最容易記的 因為他一定是支援隔離那個 他一定是跟下面隔了一個 去傷黑的 一定是 所以你很容易理解 但是如果你不理解這件事 多少中藥都沒有用 他剛剛才知道 你很喜歡吃辣的 但是你的肝有時你喜歡吃辣的 他給你多少酸的藥都沒有用 你一定收工 肝沒有得足夠 但是怎樣禁止 這個時代 明白嗎 他叫你說不要吃那幾樣東西 但是變成所有酸的東西都不能吃 這些不是很多中醫可以告訴你 還有記住 每個星期都變化 很多時候 要看你的身體五行 去醫治哪個程度 好了 譬如你的心 你的心有事 一定什麼是黑他 是腎黑他 所以 鹹是使得腎好的 所以 心有事是不可以吃鹹的 如此類推 你會看到肥有事的時候 就不可以吃酸的東西 肺有事的時候 就不可以吃苦的東西 腎有事的時候 就不可以吃甘的東西 這樣 是不是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但是問題 這個就是甘了 看不看 但是補呢 補就很簡單 隔離而已 心 你心有事的時候 誰補他 乾補他 所以 你吃酸的東西 OK 這樣就會補你的心 當你皮有事的時候 什麼補他 心補他 所以你吃苦的東西 明白嗎 即是除了吃甘的東西 苦也行 因為甘的是幫皮 但是苦的心是支援他的 OK 而事實上 肺有事的時候 你一樣 除了吃辣的東西之外 你可以吃甘的東西 如此類推 就是用這個方式 所以這個圖很簡單 但是問題 你再理解整個中醫的一個 他們看病情 因為這個全是針對五臟六腐 這是實證的 即已經實實在在 你有些臟虎被破壞了 所以用這個方式 然後他會叫你戒什麼 你有肝病就戒不要生氣 如果你經常茶飯不思皮 你唯有問題 叫你不要想太多 他就會叫你做這件事 即是中醫更好 苦口婆心地說 他就看你五臟六腐 就是哪個問題 他就會說這些 這些全部 禁和寶 一定要很嚴格進行 你的臟虎 就很快恢復得到 但你不嚴格進行的話 你進行一半的話 其實你就會明白 為什麼中醫很多時候 拿手不成勢 在近代的情況下 實證基本上就是這樣 再加上如果你對七色水有認識 你就很容易處理得到 因為你用雙刻雙生的方式 就可以幫助你的臟虎 很快恢復得到 另外一件事 就是中醫說的虛證 就是四虛 我們看看圖6A 中醫斷證的第二件事 就是虛證 實證就記住 是六臟六腐出事 虛證就是你有四件事 氣虛、血虛、陰虛、陽虛 神陰虛、乾陰虛 陰虛、陽虛究竟是為什麼呢 現在我們先理解氣虛 氣虛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原來氣在我們的身體上 按著中醫有三個工作 我們嘗試看圖6B 原來氣在我們的身體有三個工作 第一個是推動工作 第二個是防護工作 第三是故事工作 推動工作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有氣的話 在那個臟虎 就會能夠推動那個臟虎 身層代謝 推動它循環 推動它排泄 推動它去工作 譬如如果心的話 它會推動它心跳 如果是老的話 會推動它思想 OK 好 而防護工作就是什麼呢 就是基本上 是壯虎去防護自己本身 等於乾它 使它不怕毒 神使它不怕酸性的物質 OK 顧攝 這個是最多人不知道的 氣 其實原來在你身體 是做顧攝的工作 誰想知道的 顧就是固定 攝就是保持 原來當你沒有氣的話 在那個臟虎沒有氣 很容易知道 就是它不能夠固定那個臟虎 即是西醫說 胃下垂 腎下垂 腎下垂 子宮下垂 不是新事 在中醫神祖就知道了 因為氣使得它們不下垂 固定在正確的位置 你知不知道嗎 是的 所以不是一件難事 原來對於中醫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但是對於西醫來說也是沒得醫的 OK 你不能用棍子撐回它 你不可以的 它下垂了怎麼辦 所以 攝就更瘋狂 西醫就更加大件事 但是中醫說 攝就是吸收維持和保存 有用的物質 我現在慢慢分析 你就會理解 氣和身體怎麼做這三個工作 第一個 先推動工作 我們嘗試理解 譬如舉個例子 如果它在心臟 它不能夠有推動工作 即是不夠氣 你的心不夠氣 那它的工作會減慢 脈搏無力 心方脈搏 就是脈搏細藥 心氣不足 這個就是心氣不足 所以把脈 就會看看你的心臟有沒有氣 其實 因為跳得沒有力 而且跳得比很多人慢 沒有力又比很多人慢 你有力又比很多人慢 就OK 你沒有力又比很多人慢 就不行 如果蹄胃沒有氣 在推動工作上失常 它的消化差大便便便便都害uda 食物後 吃完後便即 cam 上睡覺 這都是脾胃不夠氣 通常脾胃氣不足 肺如果肺氣不足 是怎樣呢 誰想知道 就是你呼吸短促 聲音低微 胸悶 連咳嗽的時候都沒有力 這就叫做肺氣不足 如果膀胱氣不足 功能減弱 少變無力 去得不清 這就是膀胱氣不足 大腸氣不足 排變無力 變秘 這就是大腸氣不足 就是這樣 看到嗎 原來他們會讓你理解後 你就很容易 所以醫生的時候會問你 大便如何 少便如何 睡覺如何 他們會問你這些 各時各自 到某個情況下 又問你膝頭痛不痛 腰痛不痛之類 第二就是防禦 防禦 氣不足是決定防禦的 所以如果氣不足的話 防禦減弱 譬如你常常感冒 汗的 汗 就是這個毛孔 開合膝上 時開時時生 甚至會 無故冒悟 這個就是肺氣不足 肺氣藥 通常如果長的氣藥而防禦差 就不是感冒了 就容易腸胃炎 接著第三 固攝作用 如果固攝作用減弱 氣不夠而導致固攝作用減弱 就是各樣的撞腐下垂 總之誰撞腐下垂 就是誰撞腐武器 這樣吧 不夠氣爬上去 就這麼簡單 但撞腐是西醫最害怕的一件事 而且最重要 但中醫經常說沒甚麼事 舉個例如 很多人有時時不時泡血 他很害怕 是否搶癌之類 中醫有時幫你打完墨 不是 他會說是皮不捅血 氣不撞血 即是甚麼 即使是解釋 西醫沒有一個學問去研究這件事 為甚麼 誰想知道 其實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 當你的皮 你的皮是用來負責去捅血 去捅 即將血全部去維持住 以及持守住 原來我們不夠氣 故攝作用的攝就出事了 就是說 你沒辦法將好的東西 好的體液 包括血、營養 維持在身體裡 它自己會流出去 為甚麼 原來我們的身體的血管 每一條血管 它都是由細胞壁組成的 但是細胞壁的疏乳物 就要導致這個血管 如果太密 它容易會硬化 太疏 它會流出血管外面 所以它疏乳物是一個技巧 血管 但是如果它不夠氣的話 它就會疏 OK 不夠氣就會疏 在血管裡面的東西 就會流出去外面 而皮的氣 就要負責血管壁的疏目 明白嗎? 又品牌 有多久想到這個東西 原來就算是痔瘡流血 或者一些人流血不止 很多時候 皮、氣不能統治血 所以有人大便耳血的原因 只不過是皮不等血 直升氣不夠 你看又皮 一般人想不到健脾可以不去泡血 但問題是中醫已經早就有這些學問 即是不用怕,有這些現象 原來補皮就可以了,皮不夠氣 所以原來我們的血管的蜜透性 和蜂蜜性完全是靠皮的氣 去使得它的效果是好的 所以除了氣虛之外 另外還有一件事叫做血虛 我們嘗試看圖7A 氣虛之外,第二就是四虛當中 記住,現在聽到好像很深 但一說說穿,你發覺很容易 很簡單,不說你又不可能知道 第二就是血虛 我也說了,如果氣是運去的大餐 還是氣粥,血就是運輸車 夠不夠紅血球 其實它是運三餐還是一餐 如果它運不到,如果血虛 中醫通常用一句說話 叫做一黃五白四不養 我們看看圖7B 一黃五白四不養 血虛就會出現這幾樣東西 第一,不養心 第二,不養肺 第三,不養頭目 第四,不養肺 所以如果血虛的時候的人 四樣東西 第一,不養心 不養心,人就會失眠 多夢,心神不靈 所以通常醫生看你 已經血虛了 他說是不是很多夢 睡得不好 他經常會問這些 原因就是他看你 為何他問很多這些傳聞 他都是氣血 而不養肝 不養肝就是以名以農 兩脅同痛 不養頭目 就是四不養 不養頭目就是頭暈眼花 視力減退,健忘 不養四肢就是手足麻木 皮膚乾燥起白皮 肢體陣 就是整天手陣 關節緊 這個就叫做一黃五白四不養 這個是望診當中 一望就見到 但問題是望診當中 在皇帝內經當中 有一些一望就不養 通常統稱之為死相 誰想知道 一望就不養 就是面青木赤不養 面青木白不養 面黑木白不養 面青木青又不養 他說皆死 但是另外那些 怎麼為之養 面黃木青 面黃木赤 記住全都是面黃 面黃木白 面黃木黑 皆不死也 這個不是死相 是這樣的 所以你要看到 其實原來氣血 所謂虛 其實就是說 因為我們已經用盡了 我們所有能源 去維持這個pH值 就是這個酸鹼度7.36 其實我們已經用了八成了 其實你要解決 氣血不虛 不是用中醫的 中醫其中一個方法 很可怕 我覺得最可怕 我說給我老婆 我老婆也說很可怕 補氣血的方法 誰想知道 就去那些 那些 那些祠堂那裡 去捉那些 唐室 生食 基督徒就不要考慮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 這些手段也不是最好的 因為其實你也不能夠即時解決 那個問題就是 氣血 你就算怎麼解決 你不斷給他氣血 他不斷把氣血維持 酸鹼度 那你就下班了 所以很多人 你會發現中醫都幫不了原因 就是因為那個人沒有固定飲水 所謂不能夠有三件 你記不記得哪些三件 健康情緒 健康作息 和健康飲食 這三件事都酸性的 那他一定會 你怎麼補也沒有用 因為你補了八成都會去酸鹼度 維持那裡 所以你一定要解決酸鹼度 你的血氣自己會升 但是你都從來沒有想過 酸鹼度甚至是 和中醫的陽和陰是有關的 第三樣虛就是陽虛 陽虛陰虛是什麼呢 讓你理解 我們嘗試看圖八A 你沒想到原來PH也跟他有關 最慘的是連中醫也沒想到 所以他們用的手段 比較落後和慢 就不能夠使出一個人可以很健康 原因是什麼呢 原來虛症當中 第三樣虛就是陽虛 誰聽過的時候 中醫所說的陽虛 陽虛就好像什麼呢 原來是陽 我們曾經分享過 中醫所說的陽 其實就是應用 活力 陰就是什麼 就是吸收和休息 簡單來說 就是這樣 這個不是代表一切 不過讓你理解 它就是這兩樣東西而已 陽虛就是應用方面 活力方面差 就好像身體沒有太陽一樣 我們知道大自然 有太陽 導致大自然有生機 而同樣 中醫的懸陽概念 都是這樣說 例如太陽需要萬物有活力 有生機有動力 太陽充足的話 所有東西都有生機有活力 人的懸陽充足 他們都會說 人生就會充滿活力 誰想你人生充滿活力 其實你要理解這個智慧 因為你理解這個智慧 原來你人生可以很充滿活力 你理解這個智慧 所以明朝有一個醫師說 天之大寶,只似一軟紅人 人之大寶,只似一色真陽 就是在說 天最大的寶貴就是太陽 人最寶貴的 使你充滿活力 能夠人生當中 做了你要做的事 就是你那一色真陽 聽起來很淵妙 原因是真的很淵妙 為甚麼呢 因為中國 他們理解了 因為血和氣好像很不同 如果你不是用科學看 你會覺得真的很淵妙 但他們又想得到 又研究得到 他發現 血氣和懸陽懸陰是不同的 血氣可以這樣上去 但他發現 懸陽是有周期的 身體 就像太陽有周期一樣 太陽是有日與夜 有四季的 原來他發覺人體的懸陽 都是有日與夜 原來人體的陽氣 所謂是按照每日 每季每年的變化更替 去變化 是這樣的 所以他們 演變了一個非常複雜的方式 去追溯身體的懸陽變動 記住 稍後說穿了很簡單 但當時來說 沒有那麼高的科學 沒有那麼高的科技 以及沒有那麼現代 那麼鮮 那麼簡單幾十元解決的問題 所以用很複雜的東西 去搞定它 因為那時候沒有其他手段 那麼他發現 懸陽有用的時候 亦有休息的時候 他休息的時候 就由原因去培養 滋潤 支援他 而使得懸陽 能夠再次出來用 所以變得很有趣 他發覺 楊氣 懸陽 在白天是愛洩的 他是會支援人類身體 各種的活動 但是晚上的時候 楊氣就會歸藏 而我們的心情 我們的情緒 就會慢慢平復 而去到夜晚臨睡前 陽氣就回收 漸漸出於平靜 我們就可以休息了 如果懸陽不平靜的話 我們就晚上睡不到 OK 他發現這個陽氣 是會按著日與夜 四季交替變更的 所以中醫就是這樣研究了 我們看看圖8B 他發現 按著四季 他會有春生下長 秋收和冬床 你會看到他現在 按著四季都會寫一些東西 按著陰力去寫一些東西 這個時候要吃些什麼 這個時候要補些什麼 通常是這樣分的 但是其實每一天都分的 早五晚都分 春生下長秋收冬床 每一天都分的 不過你不花時間去說 因為那個不需要再這麼細分 因為你了解一個大綱 我講穿了你就知道怎麼處理它 簡單來說 他說 發現在人身體裡面 這個懸陽在春天的時候 陽氣就會出到機體的表面 肌肉生長活動是最旺盛的 並且事實上在這樣的情況下 歷代歷勢以來 農業社會的話 當春天陽去到外面 這些農夫就可以面對耕種 春天的播種這些 而夏天呢 就更加去到更厲害的情況 所以春是生 夏是長 夏天的時候血管擴張 人體的新陳代謝 長期的增強 而是最旺盛的時候 所以春和夏呢 都是我們的身體陽氣 最在外面的機體的時候 所謂 就是中醫說我們的身體 用機體這個字 那秋天呢 他發覺陽氣就可以收斂到神臟 就叫做秋收 血管收縮 人體新陳代謝 開始減陽 然後去冬床 就是這個陽氣 就達到最虛的狀態 而這個週期變化呢 如果我們做足它 並且每一段時間 我們懂得怎樣補它 懂得在床的時候 我們不要扯出來要去虛耗 按照這個週期變化 就保證我們身體 可以盡用我們有限的資源 我們可以一生很有效率的活動 更新 以及修補我們身體 而懸陽虧損 會怎樣的呢 誰想知道 懸陽虧損 中醫所說 你想像一下冬天 那個人就像裡面沒有太陽 裡面的太陽長期是冬天 通常一個懸陽虧損的話 你能看到冬天就是陰冷 樹木雕姐 冷清 同樣人的懸陽虧損 都是這樣的 這個人呢 最明顯就是人體熱量不足 很怕冷 他的新陳代謝減慢 減弱 心跳變慢 血壓降低 小汗或者沒有汗 這個就是懸陽虧損 消化功能減弱 沒有活力 血管硬化 而並且呢 屬於中醫就稱為 這個是寒的體質 可以說 你會看到這個 通常稱為 懸陽虧損 沒有裡面的紅日 沒有裡面的太陽一樣 我們看完第四點 我們就將它秘密說出來 我們看圖9A 第四點就是陰虧 陰就是我們說是吸收 休息 所以原來陰虧 就是說那個人 就是說 相反陽虧 陰虧是一個完全相反反向的一件事 陰是種責 滋潤 吸收 支援了懸陽 就是說它做收錢 這個做洗錢 你可以當成這樣 在身體裡面 那懸陽是做應用 它就是負責去無限支持 這個懸陽 所以如果是虛的話 這個羊 就很大件事了 還要勇 它就短命 你的狀虎就崩潰 它就消耗 它就毀滅 它就扯肌肉 明白嗎 它會破壞狀虎 如果你的陰有問題的話 陰虛有兩個特徵 是什麼 兩個特徵呢 哪個想知道 第一個就是乾燥缺水 陰虛的話 其實就是中醫說的熱 很明顯熱的現象 陰虛 就是缺水 譬如狀虎缺水會出現什麼呢 譬如舉個例子 皮膚會缺乏水 乾燥 容易爆裂 口腔缺水 口乾 洩醋 聲音容易施啞 眼睛癟 有時中醫會問你 眼睛有沒有癟 眼睛失去滋潤 乾癟 事物模糊 鼻呢 如果是缺水 鼻失去滋潤 容易流鼻血 如果腸沒有水 沒有滋潤 容易便秘 這個也是陰虛的 其中一個現象 就是那些狀虎 其實就是熱的現象 而陰虛另一樣的現象 就是什麼呢 我們看看屠狗B 所以第一個是乾燥缺水 屠狗C 第二個陰虛 就是懸陽偏旺 懸陽偏旺就是怎樣呢 就是熱了人 所以 心陰虛的人 這個字很複雜 心陰虛的人 其實 心就會熱的 心煩 失眠 兩盒就會紅 中醫稱為五心熱 五心熱 五心熱就是兩個手心熱 兩個腳板心熱 和胸口熱 這個就是心陰虛 就是不夠水滋潤它 陰那方面吸收 和滋潤不夠 乾陰虛就是頭暈耳明 面部熱 立旁灼痛 人容易生氣 因為乾熱 乾熱就是人容易生氣 胃陰虛就是肚餓都不想吃東西 就是胃熱 所以有些人通常一定要喝冷的東西 才能吃東西 就是胃陰虛 肺陰虛就是肝咳母痰 或者痰中帶血咳咳的時候 腎陰虛就是腰膝酸軟 魂和耳明 而通常這個如果是一個人陰虛的話 這一點腎陰虛是常有的 因為所有的原因都是處於腎的 所以最先出現問題 通常都是腎陰虛 接著其他陰虛才會出現 好了 中醫治療這幾種方式 是有不同的手段 所以它分了四虛 譬如分類 氣虛的用人心補 血虛的用阿膠和當歸粉補 陽虛的用陸容 陰虛的用陸味地黃軟 它分了不同的虛補 但在我們經過最早期 簡單地說 我們說了血氣是甚麼 但現在我告訴你陰陽是甚麼 說了那麼多 我講的陰虛 你知道我真的喜歡講的陰虛 其實陰陽是甚麼 哪個腎子 為何打從一開始 我首先給你一個答案 就是酸鹼度 陰陽 就是身體直循酸鹼度 控制身體的溫度 是37度 就是這個陰虛 就是這個陰虛 就像太陽 是控制甚麼 溫度 四龜變的變甚麼 變溫度 OK 但原來我們人類 是用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方式 去控制溫度 就是利用我們身體的酸鹼度 控制溫度 所以千萬不要說 那我吃極多寒涼的東西就可以了 你的溫度會低的 你的身體 你知不知道你的身體 就好像 血的酸鹼度 不能升一度 跌一度 你知不知道你的身體 升一度和降一度 你的身體都會開始發病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的身體 只要降一度 你的血管就開始癢化了 你知不知道多精細 所以現在說的陰陽 就是原來 我們身體是用酸鹼度去控制 我們在溫度當中 這個溫度能夠使我們怎樣 誰想知道 運動有活力 叫做陽 懸陽 吸收無阻力 叫做懸陰 就是這麼簡單 你可以說很多事情 都不知道怎樣做好 但是其實 只不過控制酸鹼度 再加一件衣服 就是原陰原陽 就是這麼簡單的 你一生要記住這件事 不要凍傷 凍傷會有寒氣 有寒氣 有寒氣 搞到很多事情 但是原陰就是這麼簡單的理論 是一個很簡單 很科學的解釋 我們上次看圖10 圖10 所以原陰原陽的秘密 其實原來我們的身體 只能夠維持37度去工作 高一度低一度 你都會出現很大件事 你知道嗎 大得多重要 原來你高一度的話 你的身體接近高一度的話 你就會大量儲酸在你的臟腑 而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你知道嗎 其實世界上 基本上在我們這個有生之年 每一個離世的人 其實他們都是有癌症的 你知道嗎 在我們這一代 但是你說 你不是說美國是49%的人死於癌症 是死於癌症 49%是死於癌症 就是有癌症才能死到 當然 但是問題 有些是有癌症 是死於心臟病 有些是有癌症 而是死於醫療失誤 有多少是施手術的時候 有癌症的人是死於醫療失誤 所以死於癌症 也有49% 在美國男人 你知道嗎 但是還沒計算 他們在他們的解剖裏面發現 三分一所謂死於自然的老人 剩下那一部分 又不用癌症死 又不用心臟病死 又不用心臟病死 又不醫療失誤死 是自然死的 三分之一裏面都有癌症中流 你知道嗎 其實世界上有多少人有癌症中流 你知道嗎 是比你想像中更多 基本上按正常統計 是100%的人都會有癌症中流 因為我們活在一個什麼時代 宣性時代 我再說 有些中醫說 每個人都是癌症 每個人都要癌症 不是啊 因為我們的身體極酸之後 身體有時會放棄熱症 它會走到虛寒 為了保持平衡 雖然你要虛寒 但你五臟六腑已經酸 到不得太酸 但它已經平衡了 所以那些酸不會流出來 明白嗎 所以其實 每一個人都是過分熱的 身體 但如果用中醫的熱 它就會以那個 它沒有乾燥 沒有眼疾 它不是熱 有時那些酸性藏 就是藏斧 你試試給它對的手段 那人會開始熱 明白嗎 因為酸開始出來了 但酸不是完全不好的 因為酸是導致你血走的時候 有阻力 就是因為這個阻力 我們用最均的卡路里 最低的能源底下 產生溫度 因為我們人體 要在37度底下 才做得好的 OK 而你如果低於37度 又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 人類是不同植物的 人類是深入一個非常窄的溫度範圍 就是37度 高一度低一度都不行 就好像酸鹼度 高一度低一度都不行 我們說的溫度就是陰陽 我們說的溫度就是陰陽 我們說的簡性就是血氣 血氣再加溫度 就是我們說的懸陽懸陰 你知道嗎 就是這麼簡單 你保持著這件事就可以了 年紀越大 越要小心在溫度上 你不要讓它搞這麼多事情 否則你會讓你的懸陽去耗 為什麼 它極之想保持溫度 你會讓它冷 明白嗎 因為 譬如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和植物不同 植物只能夠在適當溫度下 才可以播種 才可以莊架 才可以生長 是嗎 一次寒流下來 全部都死了 是溫度決定 植物本身的生與死 它們沒有辦法行溫 但是人類就不是了 神赤雨給我們的身體 是和大自然的所有植物都不同 我們一年四季 身體的活動 是有這個所謂懸陽懸陰 就是我們有自己保存體溫的手段 這些手段是神創造給我們 隨著一年四季 我們都非常之有效率 非常之有活力下 去過我們一年四季的 這些生活方式 所以你會看到 譬如舉個例子 我就說 如果你高一度的話 你的身體其實是怎樣 是會儲藏很多酸性 而導致怎樣 導致你會產生很多的 我們從第一個禮拜已經說了 很多酸性的疾病 免疫力降低 很多垃圾在你的身體 很多細菌吃過垃圾 如此類的 但你低一度呢 原來如此 低一度你會血管硬化 你知不知美國的心臟病 心臟病是他的第一號殺手 心臟病的死亡的人 大多數都是中年和老年人 而死的季節 絕大部分都是冬季 為什麼 誰想知道 很簡單 因為他們身體裏面 有心臟病原因 就是血之高 很多豬油在裡面走來走去 到冬天的時候 最大問題是 只要他的身體溫度降低一度 冬天的時候 這些心臟病的人 就可以歸天 為什麼呢 聽清楚了 只要降低一度 這些油就會瀝 瀝在這些血管上 而大問題是 溫度低的時候 血管就硬化 並且還要收縮 對嗎 一動就收縮血管 就這麼簡單 那就爆發了 就爆發給你看 他心臟病死是死的 冬季 因為溫度低一度 他的體穩 一度就足以死 在心臟病 明白嗎 所以這個就是 為什麼我們身體 喜歡看養生 原陽原陰 因為你在那一度溫度 如果你不小心檢點的話 它無法維持 你就會為你 還有很多災病 但是如何維持這個溫度 就是你的身體不留 放棄大量酸 明白嗎 放棄大量酸 它是寒了 放棄大量鹼又不行 你酸了就是 所以我們酸鹼到合適 然後再加上一些手段 幫它補一補溫度 那你的原陽原陰 其實是不會虧損的 是不會虧損的 那你就會 有足夠好的溫度 你的運動 有活力 因為我們在指定的溫度 我們才可以有活力 在指定的溫度 我們吸收才沒有阻力 指定的溫度 不行的 就是不能夠變的 而所以變成 我們日與夜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 就會在晚上是陰 我們在吸收的時候 在修補的時候 它就會把溫度聚積在內臟 在日頭的時候 它就會把溫度聚積在肌肉 所以你的內臟和肌肉 在不斷地變動 那37度 有時候去了外體 有時候那37度 去了內臟 就是這樣 所以就說這個原陽 收進去的腎 其實就是那37度進去 它是27度 而肌肉全部都 冷一點 冷一點 就是用這個方法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嘗試看圖12 所以原陽就是使我們溫暖的酸度 原因就是使我們休息的簡度 兩者的食物你都需要吃 而兩者都要平衡 而只不過 如我所說 我們有一個不健康的生活作息 不健康的飲食和一個不健康的情緒 導致我們的身體酸度多了 就是在正常的食物的情況下 我們自己產生極之多的酸度 而導致這個問題 所以你會看到 簡單來說 現在你看回我們說的陽虛 陽虛 現在你知道為甚麼 陽虛就是 我們看圖13 陽虛就是你的身體已經燒了柴 沒有東西保溫 陽虛 沒有東西可以產生 像太陽同樣的功效 所以你沒有東西保溫 陽虛的人是怎樣 就說 他怕冷 熱量不足 心跳變慢 血壓降低 小汗或者沒有汗 沒有活力 消化功能減弱 血管硬化 全部叫做陽虛 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簡單 不用搞這麼複雜 也不用按四季搞得這麼厲害 最重要是四季都要保亂 做得非常好 年紀越大的時候越要留意這件事 那你就會發覺 你不會用太多懸陽 太多懸虛 懸陰 去浪費你自己的資源 而並且我們實際 花了太多的資源 卡路里 浪費了是什麼 保持我們的酸鹹度 所以我們也浪費了很多懸陽 懸陰其實在保持酸鹹度 只要我們做好這件事的話 四樣的虛都會解決 像我們看圖14 懸陰虛 就好像車頭 走得很行 但是水冷 不行 冷不住 直接不能使它冷卻 陰虛就是沒有水滋潤 沒有水降溫 沒有水使它能夠回到能夠吸收的溫度 所以這個車遲早都出事 所以我們說過 當懸陰虛的時候 所有狀腑會怎樣說 血水 乾燥 喉嚨乾燥 聲音施啞 眼睛會癟 鼻會流流鼻血 大腸會變鼻 全部是因為什麼 原因就是你太熱 蒸走水 你懸陰虛 已經沒有辦法 使它的溫度降低 血液 每一粒血球 走過血管的時候 又產生新的卡路里出來 每一個紅血球 混完一次車之後 混完一次食物之後 就產生額外很多的卡路里出來 隨時導致你高溫 所以你會看到 當心陰虛 即是心過熱 心煩 失眠 臉 臉紅 五心熱 當乾陰虛 即是乾過熱 頭暈已明 臉部熱 脅下會痛 心煩易怒 當你會看到我們的胃虛 就是胃熱 我們肚餓 我們都不想吃東西 譬如像肺虛 肺陰虛 就是肺熱 肝咳無痰 痰中有血 如果腎陰虛 我們腰膝酸痛 為甚麼 很簡單 就是乳酸聚積在這些位置 因為你的腎是煮水的 它盡量把乳酸排出身體 但它根本太熱 熱到一個階段 產生太多乳酸 而腎又排不到出去 所以乳酸積在哪裡 積在骨骼 血管最慢的地方 積最多乳酸 那些明明就沒有運動 為甚麼全身酸痛 是因為你日常生活的乳酸 留在肌肉裏面 它慢慢跑出去 它過熱 它做不到這個工作 而並且越過熱 就越產生更多的乳酸 所以你要看到 簡單來說 如果我們高過37度的溫度 是攝氏 如果我們高過37度的攝氏 我們就不能夠吸收 就叫做陰虛 如果我們低過37度 我們就不能夠活動 就叫做陽虛 OK 而我們所謂的懸陽 就是我們的身體當中 很多很寶貴的物質 就是從我們 從武僧腹中出來的時候 我們已經保有很多很寶貴的物質 是可以使我們遺留著這一份溫度 輕易能夠處理這一份溫度 好了 最後呢 我們鼓掌多謝神 我想大家一起低頭 我想請哲明駕琴那裡 所以呢 說到最後 你會看到這一步 你會看到我第一、二的星期 所說的那套信息 是多麼重要 是嗎 千萬別想到它過份假單 你一定要背得到那套信息 頭那兩個星期 因為我現在只不過 事後用再複雜一點的方式 去讓你理解究竟 原來就是這麼簡單 只不過中醫 它是很深入、很有道理地理解所有事情 而我嘗試用一個 當然我不是概括了全部 我只是將它簡化了 告訴你 讓你理解了 其實我們的身體 神創造給我們 是一個設計 而這個設計 我們是用很簡單的方式 就可以使它健康 而聖經所教我們 都是這三樣東西 你知道飲食在聖經裡 教得最好嗎 我曾經跟大家說 在舊約裡 在變神說 怎麼為之盜著 怎麼提分兩飯 哪些可以吃 哪些不能吃 哪些叫做潔淨 哪些不潔淨 整個教育寫多少這些 你理解了 原來當你 照著聖經吃不潔的那些 你發覺原來是極之酸性 還有很多問題 很多寄生素 很多菌 很多垃圾未消化好 腐爛的蛋白質 會在這些動物中叫做不潔 但潔淨的食物就是賭穿的 就像牛一樣 它是賭穿的 食物消化到非常足夠 它是潔淨的 聖經裡說 我們有健康的情緒 聖經裡說 有些人 土福是他們的神 原文土福這個字 就是情緒 有些人情緒是他們的神 所以他們丟棄了 它不是說食物 原文土福那個字 它丟棄了他們的信心 所以神要我們有個健康的飲食 健康的情緒 健康的生活作息 一早在聖經裡 已經說了出來 神一早有這個智慧 使我們能夠在世長壽 而記住 如果我們擁有智慧的話 智慧是使得我們右手又長壽 左手又富貴 右手永遠是最好的東西 所以神也看著我們在世日子 長壽是最好的 但是你從這幾篇信息 你會看到 人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設計 為了使我們簡單的活在幸福當中 一句說了 人是非常複雜的設計 但是你能夠使我們很簡單 照著真理 就能夠活在幸福當中 所以這就是神給人家的恩典 就算我今天說這些信息 你聽了也未必明白 你想想神才的設計多複雜 如果不說 甚至你不知道 那些心態是我們自己的 但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受了神的恩典 是受了多少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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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我顧惜我 若你再忍逃 仰望這心不動你 我衷心賺助你 等某一日我生活 終於入魂中 若被提醒 我一生永遠記 從未往生死一 我甘得揭曉 欣賊著你 我衷心賺助你 暗淫活日我生 終於有魂中 若被提醒 我一生永遠記 從未往生死一 我甘得揭曉 欣賊著你 我甘得揭曉 欣賊著你 親愛的天父 謝謝你 沒錯 你稱為天父的原因 就是所有人類的生命 都是從你而生 從你而設計 神讓你看見 不只人類 我們稱為地上的所有動物 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他們豈不是一個設計 就算今時今日 你會看到 就算大學 都未能夠將人類的設計 仔細地分析得出來 但難道一隻麻雀能夠 懂得自己進化 變成它擁有悟行 有陰陽 有血氣 當人類信長法論 人類就直接放棄自己的理智 因為我們知道所有的設計 都是來自一個心思 這個世上的生命 本身就是一個極致複雜的設計 複雜的程度到現時 世上沒有任何一間大學 是可以統管它 理解它 沒有任何一個醫學 學系 自然療法 或者西醫 能夠完全窮人類現時的科技 它能夠了解得完 神 因為我們被造 真的按著詩篇所說的 我們是奇妙可為 今天神 我們是一群蒙你恩典的人 只要我們魂活著 我們擁有這個身體 我們能夠稱為被 稱為人類 我們個個都欠了你 我們欠了你所生我們的恩情 授予生命給我們 亦授予一生給我們 讓我們能夠在這一生裡面 選擇一個高尚的情操 去尋找世上最神秘的個體 就是神 你自己的本體 你將世上最崇高的工作交給我們 將最崇高的演變成長也交給我們 原因 就是你真是我們的天父 你是創造我們 並且你奇妙地將你的形象 創造在人類的生命裡面 人類不是一個大的生物體那麼簡單 人類裡面擁有各樣的抽象的智慧 思維 情緒 以及崇高的感情和理想 這些根本到現時來說 也無法用科學去解釋得到 因為原因 人類的靈魂是照著神力去創造 因為神力設計了生命 生命雖然短暫 我相信有些人一生他甚至未必有機會 認識自己的身體百分之一的好備 但是生命的過程 他只要能夠認識你 就已經足夠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被授予 我們是一個享受者 神就讓我們知道我們今天是一個多大的幸福裡面 我們欠了你的是多少 你賜予生命和生命的色彩給我們 就是讓我們能夠選擇你 讓我們能夠過一個有意義的生命 並且享受生命裡面一切的色彩和美好 你就是一位這麼美好的神 神就讓我們在這篇信息裡面 我們對你感恩之情 是永不會食之 讓我們永遠都知道你是我們的恩主 永遠都知道 人類是有一個目的去活在這個世上 我們被授予這麼多複雜的設計 是為了我們在這個世界裡面 去享受、去尋找、去認識你 並且在有生之年裡面有你的形象 當我們離世的日子 在生命的盡頭 絕對有一個 是人類思想範圍以外的天國 在等著我們 神就讓我們在這個 人類思想範圍的角度裡面 帶著我們人生各樣的掌賞 去來到你的面前 神,我們多謝你 我們多謝你的同在 我們多謝神,你對我們所施予的生命 讓我們能夠擁有這份智慧 使我們有這個健康的身體 它侍奉你 活在這個世上去全揚你的美善 全揚你的真實 神,我們多謝你 我們將一切的榮耀 還贊得歸給你 我們這樣的討告 同心合意 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祈求阿們 謝謝大家